最近娱乐圈发现的是真不少,各个方面都开始洗牌,整顿,然而颜值及正义,这句大实话想必很多人都认可。 有的男星确实尝着比女明星都还漂亮的脸大,也甚至让人羡慕。 今天就和大家谈论一下这被称为小鲜肉的明星。 话说如今,明星明星,尤其是男明星,正在追随韩国的潮流。 因此被大师们称为女枪,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。 很多人提出了抵制母亲枪的建议,许多人认为,中国男人应该是坚强的男人,而不是假妈妈。 这个标志可能导致坏孩子,给他们一个坏的价值观念。 随着央世纪娘炮令的声音越来越高,很多小鲜肉也开始变了。 首先,对主人说陆寒吧。 自从陆寒出次登台以来,给人们一种很美的感觉,他的知名度很高。 但是真的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,仍然是参与跑男的原因。 在跑步的人中,陆寒的力量也很弱,每次差不多,都是第一个被撕掉。 而在影视节目中,他的一般性也是如此,无论是白甜的选择,还是甜蜜的危机。 他都是在剧中受到女孩子们的呵护,所以陆寒也展示了男性的一面。 他已经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照片,其中腹肌被隐藏起来。 第二个短片故事是关于蔡旭坤,他参加了娱乐圈。 因为他参加了酒吧男孩,首次登台后,他出现在许多偶像剧中,但并没有使他生气。 2018月,蔡旭坤参加了爱奇艺艺术创作的真人秀偶像从业者。 在决赛中,蔡旭坤赢得了最高的票数,并成功的排名C。 首次登台后,他在音乐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,也出现在我的首张专辑中。 因为蔡旭坤的衣服其实太寒逝了,所以也被大师贴上女腔的标签。 但是蔡旭坤的爆发力仍然很强,因为全年的舞蹈练习,所以身体肌肉也富有侵略性。 他经常在舞台上炫耀自己的肌肉,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。 第三位,朱正廷从小就开始学中国舞蹈,他还擅长芭蕾和当代舞蹈。 他在舞蹈比赛中获得第一名。 2014年,朱正廷因在中国舞蹈方面的第一项成就,被上海戏之学院授与舞蹈比赛一等奖。 朱正廷也是非常专心的。 在大学考试中,他在一个小时内学会了一个学期里学到的工具。 朱正廷也以真人秀偶像演练闻名。 今天,一群朱正廷的机场照片曝光了。 他改变了过去的一般风格,留下了一个新的跑步头,他的头发染黑了。 这些明星节目的装扮让我想起了为近南北朝时期的视族子弟们。 擦烟抹粉,搔手弄租,扶担刻药,天天穿着女人的衣服,比谁更美更伴更像女人。 最后被各路南下的少数民族抱锤,我们可以理解有些人追求自由,也理解他们追求美帝权利。 但是男生化着跟女生一样的妆容,这并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事情。 男孩打扮的帅气,是可以赢得女孩的青睐,但不能打扮得跟女孩一样五内娇弱。 作为公众人物,起都是带头作用,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男儿,应该有的血性,凭纸娘炮作为审美标准,让中国好男儿展现英勇的血气风光,让青少年学做真正的男子汉。 中央电视台的做法值得表扬,非常支持。 你呢?如果喜欢,可以关注我或给我一个赞,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